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心脏的撤死 就像刚才所说,如果是讲死亡率来说 我们香港心脑血管病的死亡是排第三 但如果是讲到是撤死的话,心脏就是排第一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会环绕几个方面 首先就会有一些与撤死有关的新闻 会讨论一些心脏的病会令人撤死 而病人有什么事来看医生 医生又可以安排什么检查治疗 可以给他一些个案分享 每一年我们香港的报纸、杂志 最多会讨论撤死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冬天的时间 因为有渣打马拉松 去到这个时候,事前也好,事后也好 就会有很多讨论突然间跑跑下 会死亡的一些运动员 然后就会访问一些医生 然后又会讨论 所以每年都是冬天一、二月 这些时间最多讨论这些题目的 撤死的原因 排第一一定是和心脏的血管病有关 我们叫观心病 为什么叫观心病呢? 为什么心脏的血管我们会叫观心病呢? 原因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 就在这个大动物红色的大动物走出来 可以幻想一下有三条血管 这个心脏就是右边 这边是左边 其实右边有条血管走出来 然后左边也有两条血管走出来 就好像皇冠那样 那三条血管好像皇冠那样包住心脏 所以这三条血管我们就叫观状动物 就是好像皇冠形状的一个动物 如果这三条血管有病 我们通常可能塞了 要做通波仔 那我们就叫观心病 所以为什么心脏的血管病我们叫观心病 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如果一个血管有问题 闭塞了 那病可能会痛 有些可能会气速 血压低的时候可能会面色苍白 飙汗 或者甚至乎会觉得想作呕 都会的 但是观心病千万不要想着 一定是老人家六十岁七十岁的血管 塞了通波仔 这些才叫观心病 这些是最常见的观心病 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观心病有很多种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就是调血管可能年纪大 食得太好 有些脂肪 塞住调血管 这一种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观心病 但是呢 其实呢 有一些我们叫先天的观心病 那么呢 例如呢 这一边画面 右手边的情况呢 我们就叫心肌桥 心肌桥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心脏肌肉呢 就在这里 然后呢 面头呢 就有一条冠状的动脉 在上面走过 正常来说 那条血管呢 是在肌肉上面走过 它不会转进去肌肉里面的 但是有些人天生 那血管呢 就会生进肌肉里面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个横切面好像一条桥那样 那我们就叫心肌桥 这些是天生的情况来的 那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你天生的血管生进去的话呢 那当心脏呢 跳的时候呢 跳得很大力啊 或者跳得很快那时候呢 它会夹变了一条血管的 那如果夹变了一条血管呢 那那条血管对下的地方 就会没有血 那就变相 就会心肌更失 好像别人的血管塞了那样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是天生的血管生的位 就是刚才说到 右边会有条血管走出来 左边也会有条血管走出来 但是有些人呢 右边的血管原来在左边生出来的 又或者反过来也可以 左边的血管在右边生出来也可以 那如果这些人呢 先天条血管生错位呢 都会被自己的组织夹住了呢 那也是观心病的一种 那还有第四呢 右下角这一幅图 是一个电脑素描的图画 那呢 同一个病人来的 但是为什么呢 左边的血管好像塞了 右边就没事呢 这些呢 是叫血管抽筋 是的 它不是条血管真的塞了 它是交感神经失控 令到血管突然间抽筋 自己捏到自己变了 那这些情况呢 那血管对落的地方 都是会没有血到 那心脏肌肉也会坏死 那这样的有机会 那这些我们也是叫观心病 都是牵涉到这个心脏的观众动脈 但是就不一定是老人家那种 那些脂肪塞住 要通波仔那种 那这样的 那我们医生去诊断观心病 最直接有相对风险低的方法 就是做一个叫电脑素描的检查 那电脑素描怎么做呢 就要去素描中心做的 就一定不是在诊所 在医生诊所就一定不是的了 那就医生转介 然后去素描中心或者医院 那病人就躺在床上 接着就会推进隧道那里 那之后呢 事前呢 在手背或者前臂 会打粒糕仔的一个胶喉 放一条胶喉到血管里 那之后就会打献影剂 那些献影剂打了下去之后 就经过心脏血管的时候 就像一个形光剂那样 那之后我们再拍一些素描片 那就会得到 那个右手边画面那些这样的影像 那就会看到那条血管很清楚 有没有塞到啊 有没有刚才我说的 可能是生错位啊 心机桥这些情况都可以判断得到 那样的了 那就除了做电脑素描 那另一个我们也都常做的检查 就是跑步心电图 那跑步心电图的好处 他相对简单一些 可以在医生诊所已经做到的了 那他那个做法就好像做健身 那样的病人就站上跑带 一开始可能是慢慢走 接着慢慢加快速度 接着去到最终是跑 那样的 那就是这个过程中间 看看病人有没有心脚痛 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气速 心力不正 或者当交感神经在跑动的过程之中 可能受到刺激 他会不会有些心脏缺血的变化 那那个时间 一般跑的过程就可能大概十分钟 那就视乎病人的体能 有些人比较高一点 可能15分钟 有些人比较高一点 可能5分钟 那这样 那就连接可能事前一些薄线的检查 事后休息的检查 可能整个检查就大概30分钟 那这样 那最常我们心脏科会做的手术 就是通波制 那就是用来解决常见的观心病问题 那通常就如果一些50岁 60岁以上的人士 可能他们买保险 和心脏病最有关的 其实都是这个手术的了 那通波制的 详细的做法可以讲很久的 但是简单一点 那就是通波制 我们是一个微創的手术 现在一般都在手术做的了 以前传统我们是在大腿切孔的 现在就近十年都转在手术做 除非手术做不到 我们才转回大腿的 那就切个孔几mm 然后就透过一个几mm的孔 在这个位置就放散我们的医疗仪器 那些胶喉啊 钢丝啊 波啊 脂架全部都在这个位置放进去的了 那整个过程呢 不会全身麻醉的 只是局部的 只是在下针这个位置打口指痛针 好像你剝牙那样 就在这个位置打口指痛针 没有了 那整个过程呢 病人清醒的 然后就去通 那做完之后呢 病人一般来说呢 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 已经可以下床了 那如果一切顺利 第二天就出院了 那通波仔做的过程时间 一般就两个小时内 那视乎手术的复杂程度 但是平均来说两个小时内就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观心病 和通波仔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是一个实际图片 那左手边就是病人通波仔前的血管收窄情况 那箭嘴指着的地方就是它窄了的地方 那之后做完通波之后呢 那就变了好像画面右手边那样 那条血管就好像重生那样 变回原本一样的操壮程度 那这个是另一个个案 那这个是一个左前的个案之收窄的一个观心病病人 那它就跟刚才一个有少少不同 就是它收窄的地方就有超过一个的 那就一样了 那我们都是把通波仔的做法去做回去 放肢架 那然后将左前的降肢打通它 变回一个好像原本一样的粗幼度的血管 那样的 那做完手术之后呢 那病人就要吃药了 那这个病人要留意的 那还有就不能断药了 那因为资格放了下去之后呢 要一些时间和身体慢慢适应 那这段时间一般大概是半年至一年 那病人不可以断药了 那接着就说完了 下观心病 接着就第二个会令到别人心脏撤死的原因呢 就是开始了 就少些人说的 就是心立不正 那心立不正呢 就是很阔的 那就可以个病人心跳过快 过慢 或者他不是快慢的问题 跳得乱的问题 那我们都可以是 叫做心立不正的 那这里有两幅心电图 那当然不是说要大家去学会 去怎么看 但是呢 就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 上面那幅心电图是正常人来的 那大家看到呢 那他的跳动很规律 一下一下一下这样跳而已 那下面那个呢 就很明显是完全不同样的 那这个心电图呢 就好像条绳子一样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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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下面那个呢 那是什么呢 是一些叫心失签战的心立不正 那是我们心脏科医生最怕见到的心立不正 因为如果有这一种呢 病人呢 就基本上不用十秒八秒就暈倒了 休克的了 那可能要立刻急救 那这样的了 那就是 那就是 心立不正我们怎么去诊断呢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病人呢 会来到见医生呢 通常有几个症状 可能他自己觉得心跳跳 那当心立不正 如果是属于心跳快那种 病人有机会可能会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跳 那他会去看医生 又或者有些可能他是跳得很慢的 那他就觉得很坏 那样 或者一条气不顺 那做运动 平时以前跑到五个圈 而一跑两个圈就不行了 那他这些呢 都会去看医生 那然后医生如果 如果经过问证啊 或者初步检查都担心他说心立不正 那就可能会和他做个静态心电图先 那但是静态心电图呢 就有个缺点就是 就是你诊所见到病人那几分钟 就是那几分钟而已 那如果那几分钟的心立不正没有病法的话 那医生也没有办法的 就是都诊断不了 那变了呢 要再详细点去查的话 就要做一个我们叫做动态心电图了 那就好像画面那样 挂着一部机仔在胸口那里 那之后这部机仔呢 跟着病人回家的 那病人可以照洗澡啊 照甚至乎运动啊 日常生活上班都可以的 那这部机呢 一般我们挂就至少24个小时 那但是一些机呢 有些改良度呢 已经可以挂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都可以的 那就希望呢 在一个指定时间里呢 捕捉到病人的心立不正了 那如果有的话呢 那接着就 挂完部机 接着就回到诊所 还回部机 接着我们分析数据 就看下有没有捉到一些奇怪的心跳 那这样呢 那根据上心立不正 熟组于快啊 慢啊 乱啊 接着治疗都会完全不同的 那这样 那简单到呢 可以可能是观察 不管它 又或者吃药 甚至乎複杂到做手术都可以的 所以那个治疗就很阔的 那接着就到第三了 那就除了观心病 跟着心立不正 那第三个我们心脏会绝死的原因呢 就和心脏肌肉有关了 我们叫心肌疾病 那这两种的心肌疾病 都是一些属于先天的 就是和一些基因有关的 那第一种呢 就是一些心肌肥厚症 那就好像字面那样 就是心脏肌肉厚了 比正常来说厚了 那要留意一下 在心脏的世界里面 那些肌肉厚了 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就是不像说我们去做健身 可能练到那些肌肉 大了 大了 好力一点 就不是的 心脏来说 如果肌肉 適中就可以了 它太厚了 反过来 功能是会变了的 那它可能收缩的功能变了 或者它放松的功能 都有机会变了的 那然后间接导致 衍生一些心立不正 那样都会的 那下面呢 相比起来 就不是心肌肥厚症 就是一些叫抗张型的心肌症 那这些人呢 就反过来 那股肉呢 是薄了 薄得太 那变上 那个内股 心脏的内股 就好像扩大了 那这些人呢 那个心脏 它收缩的能力 都是比正常人差的 那也都会容易 会有心力不正 那这些就是一些先天的 那就是和基因有关 它未必说出生就有 但是它是一出世 它就遗传了那些基因 那可能年纪大了 四十岁五十岁才病發 那之后有症状 去看医生才诊断到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就心肌炎了 那这个呢 就特别少少了 那刚才有说过 那如果是观心病 那可能是五十岁六十岁的人 可能去投保的时候 比较关心的一些病 要通波仔 那年轻的人又怎样呢 那年轻的人又怎样呢 那年轻的人很少 那年轻的人很少通波仔 那这样的 那但是年轻的人 就有 一样可以有心脏病的 就是心肌炎 尤其是呢 就现在就流行说这个 新冠病毒 打针 那可能打完针之后呢 会有机会 令到心脏发炎 可能他会起速 咳嗽 心跳 或者甚至乎牵涉到 心肌炎的病人 可能会痛 那我最近呢 其实也接触过 有两三个病人 是打完针 然后就痛到入医院 痛到入医院 那之后就 有其中两个 结果诊断到是心肌炎 肌肉发炎 那另外那个就 没有 最终的诊断是肌肉发炎 那这样 但是呢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病人 当时他有买保险 和没有买保险 我想他的想法 都会很不同 如果他有买保险 就很简单 打完针痛 那就入医院 入医院 然后就去诊断 去医院 但是呢 我也要接触过 身边有朋友 没有买保险 打完针痛 那怎么办 要不就去公立 那如果去公立 觉得要等 不太想等 那就不理他 有些可能就看家庭医生 有些真的不理他 那变了治疗会延迟了 那万一如果真的牵涉到 心脏的发炎 那就可以 严重的 就可以有生命危险 就算不严重也好 那他可能不舒服的症状 会持续持续很久 就是你持续去内药医 他变成了症状 会持续很久 所以心脏来说 不是老人家的专利 就是年轻的病人都要留意 那就到最后了 那说完观心病 心律不正 心脏的肌肉有病 那最后就到内部的结构 那心脏里面 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他有一些叫心反的结构 那就好像这一幅图 那我们讲心反之前 就我们了解一下血 究竟在心脏里面如何流 正常我们的血 在我们的身体走完一个圈 变了脏血 很多二氧化 太不够氧气 那他要回到心脏了 那回到心脏 回到哪里呢 那心就有分左心和右心 那左心就在红色这边 右心就在蓝色那边 那他会先回到右心 那之后呢 那心脏我们再分上面那部分 我们叫心房 下面那部分叫心室 所以就有左右心房 和左右心室 那我们的血 首先是回到右心房 那之后右心房 就下右心室 接着就泵出去肺动物 去肺 然后在肺两边氧化了 变回干净血 就回流到左心房 那之后呢 就下左心室 接着再泵出去大动物 就重新给我们的身体再用一次 那么在过程里面 那心脏如何确保 那些血可以单向流动呢 就是不是 它一边就是收缩 那心脏 收缩放松 那些血便会转回头 就是不是一边就是转向前 那如何确保 那些血可以转向前呢 就是靠心反 那我们心脏里面 有四块心反 右心房和右心室 中间那块 就叫三尖反 因为它是三块结构组成的 所以我们叫三尖反 那之后呢 右心室 泵出去的肺动物 中间有肺动物心反 那之后 血在肺氧化完之后 回到右心房 右心房 左心房和左心室 就有二尖反 那还有最后呢 左心室 泵出去的大动物 就有大动物心反 那总共有四块心反 那这四块心反 如果有事的话 那就会间接令到心脏会衰弱 病人可能会气蓄、脚腫、心脏、心脏不正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那如果这四块心反 我给你选一块 给你选一块 哪一块有事是最容易 会有机会有生命危险的呢 那究竟是右心的心反有事 还是左心的心反有事 的机会会大一点呢 即是会有猝死的机会会大一点呢 那答案就是左心 因为左心 它是决定最终有多少血 泵出去给我们再用 所以左心我们一般来说是更重要的 那然后呢 左心之中呢 最重要的那块呢 即是会令到人有机会 是大动物心反 那如果大动物心反呢 他年纪大啊 老化啊 或者有一些免疫力失调啊 令到他发炎厚化了 那些血泵不到出去的话 他做运动的那时候呢 有机会会突然间呼不出气 会垂下啊 那这一幅图呢 就是大动物心反的横切面 那上面呢 就是一个 正常的大动物心反 那他的横切面呢 就是三块叶这样夹起来的 那他夹起来的时候就封住了 那到他开的时候 被血过的时候呢 就打开好像个三个型那样 那但是有些人呢 年纪大了的话呢 他的心反呢 那大动物心反呢 会厚了的 那变了呢 厚了的时候呢 他开又开得不完 开又开不完 到他想收起来的时候呢 他又自己顶住自己呢 又夹不起 那变了呢 那变了呢 那他的血出又出不了 跟着他夹起来的时候 又夹得不漂亮呢 那些血又会倒流 变了呢 向前又不行 跟着又向后 那这样那样 那这些人呢 就会很容易会心衰竭 会吐不了气 那这样的 那然后如果他又不知道呢 就去做剧烈运动呢 就有机会突然间 那这样的血不太泵到上脑会晕 会休克 那这些就有机会 有机会突然间有危险 那这样的 那我们病人 那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不舒服 然后去看医生 那医生又是了 那医生又是了 问完症 可能用听筒听过的心 都担心可能心反有事 有杂音听到 那我们去判断呢 就做超声波 那超声波 就是一个相对很简单的检查 也是在诊所里做到的了 那病人不痛 整个过程不痛不痕 那么就躺在这里 然后医生就关灯 找些啫喱 塗在胸口那里照 那一般15分钟就做完了 那就可以看到个心脏结构 首先 可以看回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心肌疾病 譬如有没有些心肌肥厚 抗张型心脏病 有没有些明显的心肌炎生包包发炎 超声波都看到的 那之后内部那些心反结构 有没有厚化脱随 有没有厚化脱随 这些超声波 15分钟之内 就可以帮到病人做评估 那今天呢 关于心脏撤死的分享 就是到这里 我们综合回来 那我们香港来说 那个死亡率最高的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肺炎 第二就是癌症 第三就是心脑血管病 但是如果是说撤死 是突然间死亡 就心脏排第一 然后原因来说 我们今天分享了四个原因 第一就是观心病 第二就是心脑不正 第三就是心脏肌肉疾病 第四就是内部的心反结构疾病 然后要留意的就是 心脏病不是老人家的专利 就是观心病 当然是多些在老人家的 但是年轻的 一样可以有些先天的心肌疾病 或者一些心力不正 甚至乎心肌炎 然后观心病千万不要局限自己的想法 一定是老人家通波仔 观心病可以是一些血管抽筋 心肌桥或者血管形成的位置左右转转 这些都是观心病来的 那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